我从手套股学会的三样东西 这三样东西是什么 首先我们记得2020年 很多人从手套股赚很多钱 可是也很多一样的人 开始亏钱 开始被卡着了 所以我在这整个故事里面 我学到三样东西 第一样东西是什么 我们要很清楚了解 我们买的股票 到底是买来长期持有 还是买来短期交易罢了 你要真的很老实跟自己讲 如果你是长期持有 你一早就买了 你没有可能等到疫情你才买的 你等到疫情才买 就是你买那个故事 你买什么故事 手套股的价钱一直在起 然后你觉得那种公司的业绩 会越来越好 一般人在炒 你看你朋友赚了很多钱 你就是在买他的故事 短期买卖 所以你买进 你不要骗自己 不要买进了 等下跌故事不好了过后 你跟自己讲长期持有 因为长期持有 买的价钱是很重要的 你买低的价钱 你的长期持有 才会好嘛 因为很多人跟自己讲 这些公司赚很多钱 它永远会赚钱 对 它永远会赚钱 比如说它没有疫情过的话 是一年赚一块钱 你一百块买它 你的利息一年才一巴仙 还惨过银行 所以你要记得 买的价钱是很重要 你五块钱买它 一年给你一块 你一年是二十巴仙回酬 所以那个价钱 真的是可以改变 你长期持有的回酬率 第二就是 如果是故事的话 我们不要太overconfident 我们要真的 monitor 着的 因为它是短期 Monitor 什么故事呢 你也不知道 因为你是谁 这么是你 determine 那个故事 你要看market到底是 buy它什么故事 我发觉market buy的故事 是看那个疫情好转 有没有好转 还是有没有变越来越差 所以很多人会觉得 OK 如果买手套股 疫苗一出就要卖了 很多人都这样讲 疫苗真的出了 可是卖的人不多 因为他们一直跟自己讲 骗自己讲 还可以再 double up 因为现在他的PE ratio 本利比很低 或者老板也在自己收票 哎呀 骗人的啦 一定是很多问题的啦 这个疫苗出了过后 所以才导致很多人 没有卖 一直收着 跌更多买更多 跌更多买更多 变成你太confident了 全部钱都放进这个手套股里面 然后它再跌 你有没有子弹了 就亏着了 就卡着了咯 不懂要做什么了咯 嗯 第三就是 不要把一个短期的股票 变成长期的股票 很多人就是他买 他要赚钱 然后他跌了 变亏钱了 死死不卖 一定要等到他上回才卖 越等他跌越多 越等他跌越多 现在啊 卖了都没有意思了 因为已经很便宜了 所以 当中这三个东西 我觉得是很多 尤其是beginner 会犯的错误 还有上年真的很多beginner嘛 那我不是讲手套股不好 或者不能长期持有 这个是要看个人的 你个人喜欢的回酬是怎样 如果你现在买够便宜的价钱 这些公司以后赚的钱 是真的可以给你OK的回酬的 你要很高的回酬 短期里面赚很多钱 那个故事已经没有了 所以为什么我跟你讲这个故事呢 其实如果你是赚钱的 我恭喜你 可是如果你在这里收到的是一个教训的话 也是恭喜你 因为每个人刚开始投资股票那时候 一定要还学费嘛 你还了学费 现在你真正要学到你的学费里面的东西的精华是什么 学来下一次不要再亏了 不要再做同样的错误了 你一直这样的努力的态度来学习 你会越来越好不了 OK 所以如果你觉得我今天分享的东西很有道理 你觉得这个人好像他会很多东西 你要向我学习更多的话 我会一个好消息给你 我将会举办一个研讨会online的 whereby我会教你 你给我一个股票 我怎样知道它是长期持有 还是短期 还是它是可以成长到很快的 然后 Beyson 这一个股票的characteristic 我是怎样去知道什么价钱应该买进 如果是高价钱 我应该用什么的策略来去tackle它 还有如果它是低的价钱 这个股票是适合长期持有嘛 长期持有 可不可以给到我要的回酬 所以就问那些问题在这个checklist 你就会很清楚了解 你应该做什么 给某某的股票 某美的价钱 几时进场几时出场 就不会再做这样多错误了 OK 所以你要知道的话 就是去上面的link 或者下面的按钮 按下去register 我的assistant会打电话给你 remind you to join那个training 你就上那个training 你一定会了解 怎样去经营一个好的投资 或者股票买卖的交易 我的名字就是明滴 我希望可以在我的training见到你 去上面的link 或者下面的按钮 按下去register 我希望可以在我的training那边 见到你 拜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